偶武对阵架的第一局上半场也是今天的焦点这样 这里皮皮首发上场 遇到了这里 地图是军工厂 搬掉了机械师 然后对面是选出了冒险家体系 那么以为搬掉机械师 你可能要打的是雕刻家 皮皮反手一手女巫对吧 就来找你冒险家 那就看这边万分冒险家 国服帝冒险家 俩子哥 怎么来打这个局了 因为冒险家在遇到女巫的时候 他本体是隐身的 除非就是你一开始就狗 狗到什么时候呢 狗到 而且一开始狗你还不一定 不一定确定你能不能狗得住 然后万一女巫本体在你附近 你不知道 然后又没有心跳的 这个还不好说 对吧 所以冒险家打女巫还是狗 不是很好狗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对吧 俩子哥的一个冒险家 已经如火纯净到 连女巫他也能狗得住 这里女巫这个局打 应该还是比较舒服的 无论找到冒险家也好 找到先知也好 带放狗的话 机会都是比较大的 就是抓到以后都是可以去保平真胜的 上来找到的是玩玩 玩杆翻 要不要先翻个窗 找到先知呢 要比找到 前期可能找到先知 要比找到冒险家更好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先知这是鸟只能交给自己了 顶鸟翻 怕吃震慑 这里求稳 再一翻 拉开距离 可以 但是我觉得6的话 最终应该还是要6回到这个点位吧 他如果到中场去 可能会干扰到更多的电击啊 这边是张玉剑士 从中场拉开 然后把中间的板子 这些位置全部让 哎 板子 两块板子全下了 这个狗不一定好咬啊 这个狗得绕个十万八千里 这边一波撞 还前锋 还把狗子给撞断了 这狗本来就不好咬 还撞了一波 这里是本来想要等 就是绕一圈 然后等到那个寄生信徒来破板的时候来咬住 然后用寄生信徒可能打一刀 然后再用原生信徒配合这本体狗来补第二刀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要补一只狗了 这边进来板子一翻应该就要下狗了 不下吗 不下吗 哎 不下 这里 先知 再翻一轮 狗子咬住 好的 那打一刀 寄生信徒跟过来 哎 吃一刀 好的 这里是追了一个原生刀 这样的话两信徒可以来包夹 如果说这边用寄生刀打的话 单信徒你再一只狗还不一定抓得到 晚晚这里的一个操作 已经是算是没有给到皮皮这边任何机会了 那皮皮这边抓到这个先知呢 我觉得他保平还是有 还是能保 还是能保 因为毕竟你抓了一个先知嘛 这个先知没有什么二六的能力 这里只要能守住 外面不像是机械家的一个阵容 不像是机械师的阵容 机械师阵容外面四台修呢 这个电机是可 有可能修得完的这个牵制时间 但是是冒险家的话呢 其实他对于一个修进速度的一个提升 其实没有特别大 所以说我觉得这把皮皮稳着来 应该是能保平 然后看能不能争胜了 毕竟打这道阵容嘛 说实话女巫打这道阵容 本来就在阵容上面的一个选择 就是女巫有一定的小优了 能不能打个双打 咬住 这里应该是追一刀 逼你强行救 一刀打 好 这个椅子没怎么做热 先知这边继续牵制 皮皮这边好像是选择 想要来先把这个先知给抓了 并没有急着去补一个信徒 我觉得这里这个先知 反正走不掉 两信徒围着的 当时应该先把这个信徒给 补上佣兵 会不会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你放一个佣兵出去 他这里就挨了一刀 对吧 他外面就可以继续比较舒服的修机了 先知这里该倒还得倒的 佣兵这边补自己的电机 前锋这台电机点开 那 两台机 冒兵家还挖了一个书页 刚看到他报了一个信息 挖了一个书页 这里是要赶紧过去补信徒 补给一手冒险家 补给冒险家 也就这样了 佣兵重启一台 冒兵家这边修中间的电机 两台电机各开始修 前锋就一拨人 而且冒兵家这边只要不吃震慑就行 吃一刀起身份铁不是特别大 直接输液秒开一台电机 那就差最后一台了 好 这边狗子来开一下 佣兵的电机确实差很久 差很多 好像这边选择不救了 不救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救的话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这里救了 前锋要吃一刀 还有可能会被信徒补一个 我这边不救 前锋留球 留博命 开门战的时候 正给你慢慢打 说不定开门战门 开了一波撞救 然后带走 完成一个三跑都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中间那一波 没有给佣兵 寄身上信徒有点可笑 就佣兵那波救人的话 狗子咬住 先补寄身 寄身完了以后 打一刀逼你救 这样的话 应该是稳健的一个 可以能够把场面控住的 现在的话 两信徒来围 这里的佣兵 开门战 把佣兵的道具 耗完 大概率是个平局 大概率是个平局 这边前锋 是帮冒险家 把信徒削掉 这样的话 冒险家 应该是跟前锋一起修 或者说这边是安排 冒险家最后点一台电机 然后前锋这边准备过来救人 佣兵的话 留一个护臂吧 这个一刀打在 佣兵身上 然后 补上信徒 把佣兵挂上 佣兵留一个护臂 开门战 一个护臂 然后看一下会不会是一个满血的佣兵 一切都未成定数 一切都未成定数 皮皮这边底牌没有交 有机会 冒险家这边 挖一个宝 想要去秒电机 那可能就是要秒的是 刚才佣兵的那台遗产机了 因为佣兵那台遗产机 基本上已经是过半的 挖好了 好 这里前锋来救人 冒险家去准备压机 这个铁屁股 先放狗 前锋 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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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脸上 咬住 救不救 刀应该是要直接救了 救下来 这边是一个无梢 打一刀前锋 电机 怎么说 秒不秒 打了个喷嚏 电机已经好了 电机已经好了 最好是保一个满血的佣兵 对 保一个满血的佣兵 而且这里佣兵 不好意思啊 主要这佣兵 现在手上面有个信徒 跟着他 没有子权 消不掉这个信徒 消不掉这个信徒 皮皮可以暂时先不管这个佣兵过来找 放狗吧 放狗把这门人家给秒了 对 他把信徒先补上吗 我觉得放狗会不会好一点 直接秒 信徒补上 咬住 好过来 但是前锋的门已开 佣兵的话 一个护壁弹 直接走 平局 还是打了一个平局 两边都能接受 因为这个局的话 说实话 两边都没有给到对方的任何机会 就两边都相对来说是 比较平稳的过渡 一直在通过互相的交换 来把这个局打到了最后 打到最后也是一个军事局 这边笑了一下 不知道在笑什么 莱莱你溜了多久 我溜了68秒 好久 好了 我们稍息休息 看下一张